在从深圳回来的路上 然后就遇到了一位富博 我那个时候听他们聊天 就聊到什么企业啊 培训啊 成功财富啊 他就说你这样吧 现在没钱也没关系啊 你这个宁愿睡地板 也要做老板吧 我听到 这还挺押韵的 听到又做老板 哇 22岁做老板 哇 我觉得好嚣张的样子 好嚣张的样子 就每天晚上就特别 熬夜 熬夜 加班 你熬夜免疫力下降 手机会越来越厉害 对 我现在这个病没关系 但是我日子真的越有 各方面都不顺的时候 又想到 如果说当初妈妈 没有遗传这个病 给我我该多好 这是一个充满悲剧的开始 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 充满励志的结尾 我会把这个病当作 妈妈送给我的一个 特殊的礼物 每天看着它 我想去鼓励自己 妈妈 谢谢你 谢谢你来了 共同见证 本栏目由祝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的 笔质高赞助播出 孩子天天长 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 促进生长发育 笔质高 胎胺酸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 有请主持人 土蕾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 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蕾 欢迎来到现场的 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成长的 笔质高药业 特别赞助播出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白燕仪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美女主播柴子璐 好 我们一起来看到 今天的故事 掌声有请 贝智仙人母亲范小华 大家好 各位导致好 各位导致好 主持人在这儿 你儿子跟你长得真像 你就一个儿子吧 是 他多大了 27了 跳舞的 是 他今天来向你道歉 是 儿子犯了什么错 用意同意 电人无波 大家好 你好 你就手上有吗 我手上还有脖子上 还有身体的很多部分都有 脸上有吗 脸上以前很多 现在好些了是吧 好些了对 治疗的 因为化妆也折盖了一点 这没办法痊愈的 对这个治疗起来 比较困难原因特别多 你刚才在片子里面说 你对母亲无度索取 还怨恨母亲 就是因为这个病吗 不仅是因为这个病 是因为这个病 给自己工作上 生活上感情上 带了特别多的困扰 其实我小时候 是一个特别有报复的人 但是 到长大以后 发现这个病情 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已经影响到自己生活了 就发现这个病 是母亲遗传给我的 后面就 把这所有的问题 就怪住给自己的母亲 就觉得是他遗传给我的 因为 从小家里比较贫困 生活在农村里面 哪里 四川 我特别有一次记得过年 我舅舅他们 我爸爸他们一起在喝酒 然后我舅舅说 来大家走一个 很多亲戚 因为我就家比较有钱 很多亲戚就一呼百一 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 其实我爸爸来 因为 在我爷爷奶奶这边 他就比较穷 然后说 我们来走一个的时候 发现很多亲戚都 都无动于衷 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因为我在旁边吃饭 我看到这一幕 我感觉 我觉得 我年轻 但是我感觉 有点不爽快 那归你多大 那个时候才十八九岁 看到自己的爸爸 在饭桌上 没有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那个时候妈妈 辛辛苦苦 做好一桌饭菜给大家吃 还是在你们家吃 对 在我们家吃饭 然后 因为自己辛苦了一天 做了饭菜的时候 那个时候 农村也有点那个 不喜欢妇女上桌 这种肉席 然后妈妈就只能在 厨房里面 蹲着自己吃一些 剩下的菜 其实这些都 就看在眼里 每次过年基本上 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 所以你觉得 经济决定话语权 对 那个时候就觉得 从小就是在这种 环境下生产的时候 我觉得我一定要 早点出生社会 我一定要 出人头力给爸爸妈妈 增点脸 增点光 那个时候我记得 在初中的时候 开始学跳舞 学一场舞蹈 要两三百块钱一节课 农村里面其实 是件比较奢侈的东西 没敢找父母要钱 每一周就节约一两块钱 然后周末的时候 就去网吧 看这些舞蹈的视频 然后慢放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学 其实半路出家 又不懂 然后那个时候又 加入了舞蹈社团 记得有一次 要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想申请 我也想 抛头露面 我也想上舞台演出 后面我们就是 一个舞队的说 就你这样 连个演出福都买不起 你在半路出家 什么都不懂 跳什么 我音乐都不会听 跳什么 是那个时候 你这样 不能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会跳舞 偶尔会接一两场那种桑演 桑演的工资可能会高一点 可能有两三百块钱 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好了 一个月加上发传单做兼职 加上跳舞的话 一个月有五百块钱 以五百块钱可以不用家里面给生活费 自己自足了可以 那还不错 那个时候觉得还行 那个时候 你大学谈恋爱了吗 大学有谈韩国女朋友 那会儿已经有白电锋了吗 那个时候有 但是不是特别严重 只是一点点看不出来 对 不影响那个 你自己也没太中意 对 那个时候大学没什么压力 没太注意到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白电锋 越来越严重 最后面专科毕业了 然后就被学校 那个时候 那个学校还包分配 就分配到广东中山的一个工厂里面 在工厂里干得好吗 我这个人就平时 比别人可能就稍微勤奋一点点 可能你早五分钟下班 我晚五分钟下班 帮下员工收拾下这些车间的环境卫生 哪里不好的去帮帮忙这样 45天以后 我就破格 就是从一个深圳县的一线员工 就升至为这一个车间的深层主管 当官了 当官了 那个时候实习期还没到 三个月实习期都没到 我就觉得自己 有希望 对 有希望 对自己真的很肯定 那个时候 至少跟员工吃饭说得上话 对 那个时候信心十足 他们叫你叫什么 叫波哥 波哥 有了舅舅的感觉吧 对 就想 如果趁这个机会 能跟上一层楼 就更能证明自己的存在 那后来呢 后来有一个机会 就是想要 在一个时期段 要从这个生产主管 就那个升职到工厂主管了 那个时候就在车间里面 做了一段时间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每天晚上就特别熬夜加班 你一熬夜免疫力下降 那个白天风就会越来越厉害 对 后面熬夜 然后加上日常生活不规律 常常面试的时候 他就发现 脱不过 你这个手 这么严重 我们私底下 我知道你是白天风 没有什么危害 但是下面这么多员工 他们可能就不清楚 如果说你天天带着这个病 在车间里面 寻视 员工他对你有防范 他有防备戒心 这又不是传染病 但是员工不知道 很多员工不知道 经常在车间的时候 他会 他会绕里而行的 所以就没生成 失败了 后面就想 有这个病 怎么突然这么严重 就先去医院看了一下 然后他就问 你家里面谁有啊 我说我妈妈有一点 然后他说这个病 是可以遗传的呀 那时候就感觉 特别不可思议 有点开脸 开始怨恨妈妈了 如果没有这个皮肤病 我可能已经做工厂主管了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是因为没有生殖的无名火 给撒到妈妈前面 对 那后面就花了六千块钱 去跑到深圳 去学习这个成功学 在整个会场的时候 听了以后就感觉 人在飘了 哇 我要成功 我要发财 我要支付 我年轻 我可以创造百万亿万的价值 那个时候就是 应该是被洗脑了吧 后面在从深圳回来的路上 然后就遇到了一位穿着特别丝毛 富婆 我那个时候听他们聊天 就聊到什么企业啊 培训啊 成功财富啊 就刚从培训会出来 我一听我又激动了 又在飘了 我就想 这可能也是一个机会吧 那个时候就 要联系方式 后面就才知道 它是一个 就一边在公司上班 一边做兼职的 这样一个 做养生美容的 他就给我讲 说你这个皮肤病啊 用下我们产品吧 那个时候就先用了一下 这个产品 买了 真买了 对 那个时候 一心就想赚钱 没想到只有几千块钱 你想通过买东西 跟它更接近一点 对 你想拉好关系 买了多少钱东西 买了五六千的 那时候你兜里有多少钱 兜里存肯也就五六千 全都投那副博身上给了 那徐徐渐进的 他带你了吗 带了啊 他说 他说后面这个产品怎么样 因为以前在工厂 身体不好 现在还好 不怎么感冒了 后面这个大姐就说 现在产品这么好 可以一边上班 一边兼职 一边赚钱 那个时候听到赚钱 哇 又激动了 就感觉 好像机会来了 他就说你这样吧 我们投点资 去外面找个店面嘛 你开店嘛 现在没钱也没关系啊 你这个宁愿睡地板 也要做老板嘛 我听到 这还挺押韵的 宁愿睡地板才能做老板 那个时候听到又做老板 哇 22岁做老板 哇 我觉得好嚣张的样子 好嚣张的样子 对啊 因为工厂的员工 都还在工厂里面上班嘛 我就一边坐着车间主管 一边在外面坐老板 我觉得我又要飞了 那时候车间主管还没有辞了 对还没辞 但是没钱 没钱就麻烦了 问家里要 对啊 我就找家里面打电话 我说妈妈 我在外面 找了一个好的创业的机会 可能能发财自负 能做老板了 看能不能这边 借个几万块钱 我到时候我发财 我把钱还给你 他吸你的脑 你吸你妈妈的脑 是吧 是啊 那个时候他打电话回来嘛 叫我们给钱给他 我们就是怕 我们把钱给他拿去骗了 我们找钱 挣钱也辛苦 他打电话回来 我们一直都没给钱给他 就是说都造成了他的 障害嘛 他一直到处去 信用办信用卡呀 这些东西啊 那时候家里是没钱吗 没钱 确实也没钱 没钱 多多少少有点 多多少少有点 就是用点生活费嘛 家里用嘛 那个时候 嚣张不起来了 对啊 好不容易有机会 想自己出人头地 想发财自负 就是因为白丁峰 自己工厂又做不了 然后自己想出来创业来 家里面又不给钱 当时心里面就有点 想不通啊 怎么会这样 所以又办信用卡了是吧 所以后面就 大量办信用卡 他说了他就不借钱 跟他都不 什么时候从广东回来的 过年平时过年都会回来 你现在还在广东 对 还在广东 结婚了吗 没有 谈了女朋友 那个时候创业的时候 其实有跟女朋友 一起创业 然后创业失败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一边开着店 一边关着店 然后一边又去做监制 又回到大学时候 那种样子 就去发传单 平时发传单 十块钱一个小时 那个时候看到一个 一个信息是 十五块钱一个小时 我坐了五六个小时 公交车 就为了赚了三十块钱 然后回来 除了车费 才赚十几块钱 后面又跑到景区里面 去做这个同仁 反正有钱就赚了 对 就是这个手上 脖子上 脸上 就涂了很多的 这个金色粉 那不更加重你的病情 那个时候真的没想太多 后面就发现 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那个时候 有个女朋友 她又说 她姐姐要结婚了 本来要回一趟家 后面回去以后 还经常联系 在后面 在她的朋友圈发现 发现她和其他 男孩子的一些照片 那时候 基本上 都已经 人都已经垮了 那你觉得 这个女朋友的离台 跟你的病有关 还是跟你创业失败有关 都有关系 创业 没有钱 因为妈妈遗传 这个皮肤病 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那个时候 女孩子又比较嫌弃这个 连牵个手就不好牵 各方面都不顺的时候 又想到 如果说当初 妈妈没有遗传这个病 给我我该多好 可能我就不会去创业了 就所有的事 都最后都怪到这上面 对啊 我 我不知道怪谁啊 没有病 就升职了 没有病不创业了 升了职就不创业 可能那个时候 小孩都多大了 你想这么远呢 想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那就治疗啊 我就在网上去查了一下 这个病 现在能治疗吗 有些人说可以 但是费用比较高 我那个时候又没钱 又要还贷 我就只能又给我妈妈打电话 妈妈 其实我很想为家里面 做点事业的 但是你 我现在没办法 我天天关着门 我不想出去了 我甚至照镜子 不想看自己的脸 我不敢看自己的双手 我越来越慈悲 越来越没自信 我妈妈 我已经这样了 你给点钱 我去治疗一下吧 你不给钱 我以后怎么活 我活不了了 这次给了吗 这次给了 她就治病给了钱 给了多少 她就动手术给了钱 给了几万块钱 是她妹妹一直 她妹妹打工 一直盛下来 攒下来的钱 给她过过的 她那段时间在广东 你有没有想象过 她的生活状况 或者她刚才所说的 跟女朋友 她的这种病 给她带来的困扰 你也经历过 是吗 那个时候我们工作 我们只有干活 手上也没有那么明显 我们年纪大了 也长也多了 所以这种困扰 你并不多 你是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有白脸峰了吗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这里都有 脖子上都有 都有 但是没有给你真正形成大的困扰 嗯 那个时候没有 给了你几万治好了没有 给我几万的时候 有没有效果 皮肤移植手术 细胞移植 就把肚子上的细胞移植到这边脸上 就现在这边脸上 基本上是看不出来了 看不出来 但是也要每周去去医院治疗化疗 那有效果就是好事 对 有好转的时候 就是自己也放得开一点点了 然后做商业演出的话 平时也胆子又稍微大一点 然后慢慢的话 就有点小业绩了 1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在想 不急着信用卡先可以缓一缓 嗯 然后看能不能多挣点钱买个车 男人嘛 面子嘛 在哪买车 在广州啊 对啊 就想反正就 买个车吧 反正现在还 到年底可能能有个两三万 反正不够啊 就 就给妈妈打电话嘛 又给妈妈打电话 有办法 在家里面妈妈打电话 这次以什么理由呢 我说妈妈 现在生活比以前好了一点了 你看现在如果回家相亲 自己什么都没有 肯定别人拒绝你的机会会多一点 反正也是 面子吧 出来这么多年来 也没有证明自己好像 获得什么成就 我说要不这样你 再给我三万块钱 我 我来你买个车 你不知道家里什么经济状况啊 那个时候 知道一点 但是 你清楚你为什么还有一次次的盘剥呢 那个时候就在想 说白了你就是在逼嘛 真的是 想逼妈妈 完成这一个比较 自私的一个想法 给了吗 这次买车 那个时候他打 开始打电话回来都没给他 没有给他 他也 他也生气嘛 他又说难听话了 是啊 说啥了 你不给钱的话 我都 我都死给你看 感情感情没有 你要你拿钱没钱 但是我在外面 他是一个人 没有亲戚朋友在广州的 就是他也过人在那里里子 已经在广州七年了 我们也没有去看过他 这七年他有往家里拿钱 就给家里钱 从来没给过 有一次给了四千块钱 给了四千块钱 拿回来我们 他又是编个什么 缓 说之要 要去看病 我们倒回去 又给他了 又倒寄了五千块钱给他 他那个妹妹比他小多少 小三岁 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他以前在毛质厂上班 你在厂里面 他给家里拿钱吗 他经常给家里拿钱 包括那几万块钱 给他治病的也是 几万块钱都是他承下来的 他一般我们也没有 叫他给钱给我们 他妹妹 你还不如妹妹 对 买了是吧 哪来的钱 我自己 自己有三四万 妈妈给了三万块钱 还是给了是吧 对 你还是给了呀 他后头逼了嘛 逼了的人 他妹妹才跟我说 他说妈妈留起他 以后找了女朋友 给他留着的钱 你还真怕他死啊 那怎么办呢 他一在外面 他几天他电话都不打 有时候是我主动 给他打电话的 买辆啥车呀 波哥 买个十二万的车 国产 六万 那你贷了六万咯 对 贷了六万的贷款 你本来就那些钱都没还完 你又贷六万 我就心想有个车的话 看能不能生活翻一翻 还是那个成功学在做碎 面子在做碎 那我想理一下 那会儿你开始跳舞了是吧 对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六七千 六七千 啊 还车贷要多少钱 两千五 租房子要多少钱 八百块 还那些贷款 分期付款要一个月还多少 两千多 两千多 你这钱没了呀 对呀 你吃啥 你的车喝油吗 喝啊 吃啊 怎么办呢 现在不是什么支付宝里面有钱吗 借啊 花呗 借呗对呀 你说你一天到 你现在不照样是在摊东墙补西墙吗 对 车开着拉风吗 还还还不错 只是压力特别大 交上女朋友了吗 现在还没有 不是买车可以交女朋友的吗 我以为是 你每次加油加多少钱 一百五两百块 不加满 不敢加满 后面现在想起来就 觉得当时蛮傻的 为了一点面子 还给妈妈吵架 还去说那些比较狠的话 现在跟妈妈关系好点了没 现在好很多了 现在好很多了 对 不说难听话了 是 因为前几个月回家 回家 家里面给我介绍相亲 然后我就发现 我妈妈身上的这个白天风好像 比我的还多 皮肤脖子上就特别多 我后面才知道 我妹妹告诉我 其实妈妈这几年 也在 也在治疗 但是因为 去治疗了一两次发现 没多大一个效果 她就放弃了 然后给你买车的钱 其实 是妈妈这几年存下来 去看病的钱 后面才知道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个时候 就觉得 特别对不起 我一直以来以为 只有我一个人在忍出痛苦 我一个人在抱怨整个社会 我才发现 我妈妈生病了 她找谁抱怨 她连 找谁抱怨的人都没有 她连去治疗的机会都没有 从小 妈妈省事检用 妈妈个子不高 每次去 去卖菜 又挑着一百多斤的菜去卖 三四点钟早上起床 现在回想起 每次又舍不得去买好的肉啊 菜啊 只能我们过年 回家的时候 好好地吃一顿 出来七年了 没有去 帮过家里面 却不断地向家里面去 索取需要钱 把自己的自私 把自己的一些 不好的东西 全部强加在妈妈的身上 我是觉得 真的蛮 对不起妈妈 你现在怎么看这个病 我现在已经看开了 你怎么看开了 因为我现在 我发现 妈妈比我坚强 相同的病 妈妈积极 妈妈去认真地去面对它 而我不应该去抱怨 我应该 化悲痛为力量 化悲痛为力量 对 我觉得我会把这个 皮肤病当作 妈妈送给我的一个 特殊的礼物 我想把它 每天看着它 我想去鼓励自己 我觉得 我现在也还年轻 哪怕七年在社会闯荡 没有什么成就 我觉得我可以 再去拼搏一下 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现在 在广东 做一个舞蹈演员 有自己的团队吗 团队很小 但不是很大 你想做大的话 也要慢慢招募这样 就一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对一切 因为妈妈的帮助 现在慢慢地 有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 我劝你把车卖了 还费钱 是吧妈妈 那个是她的权利了 她有她的理想了 你还是不敢惹她是吧 是啊 所以你看妈妈 现在对你已经 有点忌惮 她怕你这个儿子 是啊 这么多年来 出现问题就一丝相比 以后别说这样的话 好 三位老师 我们说人 有一个归因的能力 就是 所有事情的一个原因 它到底是什么 人有外归因 就像您这样 我没有能够 在事业上 有更好的发展 因为我妈妈 遗传给我 这样的一个病 我没有能够找到好的媳妇 女朋友 因为妈妈 就好像这个世界 都是您妈妈 来去给您造就的 她承担了所有的 一个原因 这样叫外归因 我没有能够 我没有能够交到一个好的对象 那是因为我自己 可能还不够有魅力 或者是我自己积淀的 还不够丰富 我没有能够找到 我自己适合的事业的发展 是因为我自己 可能还没有真正地读懂 自己的优势在哪 这叫内归因 一个善于内归因的人 他比较能够成长 而一个外归因的人 我们也就说 他就是一个怨天尤人 喜欢抱怨 所以对于小吴来说 如果您不能够去承担自己的人生 您的人生恐怕真的 要想有什么样真正的成绩 太难了 但无论如何 今天是您作为一个男孩 转变成一个男人的开始 这对您自己来说 非常的重要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谢谢老师 我想说的就是 正是因为你跟你的母亲 有同样的病 你应该比其他的人 更加地理解 这个病带来的痛苦 你应该比其他的人 更多地去关心她 就像她 比其他人更多地去理解你一样 也许你觉得开着车 或者是说站在舞台中央跳舞 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 可以证明你的优秀 但是在我看来无波 优秀的人不是这样来证明的 什么样才优秀呢 就是曾经的那个你 勤工俭学 那么努力 知道要比其他的工人 晚下班五分钟十分钟 要知道我要升主管 那么我得比别人更加地勤奋 那个时候的你是脚踏实地的 那个时候的你是优秀的 读大学没有找家里要钱 自己再辛苦都可以赚着 拿着五百块钱都那么开心 因为是自己赚的自己可以养活自己 那个时候的你比很多人都优秀 所以我期待着你能够回到曾经的那个你 好 谢谢 加油 谢谢 我今天特别感谢你能今天来 因为你身上背后站着好多人 这些人跟你一样 可能内心有着很多的梦想 不服 伤痕 来到这个世界 想有一番作为 这没错 但很不幸的是 你最初遇到的那些人 竟然是成功学的老师 竟然是弥漫着如此多的 比较 攀比 功利的人 我呼吁 我们的社会应该对这帮人加以管理 让更多的年轻人在进入社会的时候 能够回到勤劳致富的正确轨道 而不是像吴波那样拿一堆信用卡 整天想着不努力天下就能掉馅饼 没有的孩子 多数人还在付出我们真正的辛苦 付出我们的劳动 才有可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 索性你今天能坐在这舞台上 我同意白老师的一个判断 今天可能是你从男孩 向男人蜕变的开始 你终于知道母亲的不意 终于回到了 真正意义上 哪怕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一点一滴的努力积累 改善自己的生活 努力的还债 把自己踏在地上的尊严 甚至摔成碎片尊严 一点一点的捡回来 这非常的棒 这是一个充满悲剧的开始 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充满励志的结尾 我希望今天能成为你吴波 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爷们的起点 我会作为一个旁观者 给你献上特别真挚的祝福 我希望今天仍在电视机前 仍在被成功学迷惑 拿自己的问题 去惩罚自己的亲娘的那些孩子们 能够认真地收看今天的节目 并且向你学习 找到做人 找到成功 真正的钥匙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谢谢老师 今天爸爸来了是吧 爸爸来了 妹妹也来了 来来来 来 掌声有请 来 把话弄给爸爸 我不会说 说两句嘛 没关系 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 那我想问问你 他刚才说的 在家里面从小 你是不受大家待见 但是舅舅 因为是个老板 所以大家都很看得起他 是这样吗 他九九十个老板 他九九 他反正感觉 我反正看不去 好像那个 你没得少 他看不去那些人 那怎么办呢 谁滚入你 还是靠打工 来来来 你拿话 他买车的钱是你出的 我因为我这几年 那个做销售嘛 你也做销售的 对 通讯行业 然后可能成绩还不错 然后工资的话就还不错的 你一月挣多少钱 五千多 你买车了吗 我没有 你为什么不买车 我感觉我现在还没有那种想法 如果白巅峰这种遗传病 在你们两兄妹之间 一定要遗传一个人 你会怎么选择 医生我也没有关系 这个可以就治疗 以后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但会带来痛苦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看在身边 就是有人有这种病 不管是白巅峰 还有其他的 还有残疾这些 我都感觉 他们也不愿意的 然后如果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不会有 就是太多的负面情绪 你不会觉得不公平吗 不会 我也不会 我没有这种想法 真的没有 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哥哥 我希望你就是以后 调舞越来越好 然后我以后就一直支持你 谢谢 谢谢妹妹 他们俩特客气 我们也一年 差不多只见一次面 微信也很少聊 所以你们一年见一次面 可见彼此有多身份 其实你今天还应该感谢一个人 就是感谢你的妹妹 对 其实这么多年来 我本来我本来应该会以一个哥哥的角色 去照顾好妹妹的 但妹妹却反而变成了一个姐姐的角色 来照顾我 所以我非常 谢谢妹妹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谢谢妹妹 来 接下来有什么话跟妈妈说 只说吧 谢谢你来了 妈 这么多年 儿子想出人头里赚点钱 但这么多年 出来七年 对不起我没有办到 还像家里面要了这么多的钱 其实你得了白天风 自己承受了这么多 我不知道 到现在我才真的明白 其实你在家里面 很辛苦 很累 二十多年来帮我养大 真的特别不容易 在这里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希望我以后 可以把这个白天风当作一个最好的礼物 我每天看着他 我希望他可以经历我 经历我 对家人 对你 更好一点 我也希望 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 让你们五十多岁 不用去工厂里面上班 我也希望我们以后家庭更加和睦 以后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 在这里 妈妈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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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啊 谢谢妈妈 只把你的礼物拿过来 那 这一份是我一个荣誉赠书 人生第一次获得一个冠军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舞蹈 dancer 我只能业余地参加这些活动 然后第一个舞蹈的冠军 我想送给我妈妈 我可能这么多年来没有回报于她 但是我只能与我最擅长的东西 送给我妈妈 希望能够妈妈能够原谅我 能够接受我的歉意 妈妈 然后这个呢 因为我妈妈今年四十九了 明年五十岁了 然后我妹妹说她 想要一只手表 方便看时间 于是 我就买了一只手表送给妈妈 我希望妈妈会特别喜欢 虽然说白巅峰的确会给人的生活带来困扰 对 但是你做出了成就的时候 大家关注的是你的成就 关注的不是你身上的白巅峰 关注的不是你身上其他的残缺 或者是瑕疵 所以你本可以让大家 看见你的舞蹈 看见你的成就 让他们忽视那些 你身上的病痛 对 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要活得更加精彩 要避免大家对于自己的一些歧视 或误解 我们只能做得更有限 是的 好吗 现在妈妈回家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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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二十多年来帮我养大 真的特别不容易 我也希望我们以后家庭更加和睦 妈妈 谢谢你来了 谢谢 我明白了幸福的意义 不谢谢 此刻我只想说谢谢你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成长的笔枝高药叶特别赞助播出 感恩生活感恩有礼 谢谢关爱儿童的笔枝高药叶为两位当事人所提供的丰厚的礼品 这期节目最高兴的是这个男生现在开始变得更加踏实了一些 他说他要把这种病痛当成是一种礼物 这句话是我最欣赏的 所有的礼物都看你怎么看 就像钱可以使人成功也可以使人失败 礼物可以使一个人愉悦也可以使一个人心痛 就关键看你怎么积极的去看待 好的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激的话想要诉说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说出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